《讀写二家长培训计划》 是由教育局委托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进行研究的 大家都会相信读写是难的 尤其是对有读写困难问题的同学尤其困难 但是我们的研究小组相信 只要我们能够明白学习者的实际需要 照顾他们的学习差异 调整我们的教材和教法 再加上有老师和家长的配合 我们相信一定能够攻克这个难点 难点一旦攻克了读写就会容易 事实上在成长的过程和学习中文的过程 有读写困难问题的子女 他们会浮现出很多问题 我们的研究计划是特别强调四个问题 这四个问题都与阅读困难有关 第一有关自信心的问题 因为有读写困难问题的子女 在平日的阅读和写作过程中 他们遇到很多失败的经验 因此他们害怕阅读和害怕写作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理解 因此我们设计的教材一定是显浅容易 只要他们能够稍加努力 就可以完成有关的货业 成功感就会增强 同时我们的父母家长 也可以从旁给予鼓励和表扬 令到他们的自信心得以加强 有关第二个问题 就是他们专注力不足的问题 我们所设计的教材 其中有一个课业就是朗读的训练 在朗读的时候 由于他们有听众 例如家长、同学、老师 所以在朗读的过程中 你的子女就要如何呢? 自知、看着和读得清楚 所以在朗读过程中 他的专注力就会比较集中 另外我们有两个货业 是在网上电子游戏里完成的 在玩电子游戏的过程中 每个同学都是精神集中 才能玩得开心 又可以完成有关的货业 第三方面 就是大脑操作记忆的负荷过重问题 大家都知道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 是一个很复杂的认知过程 由于大脑操作记忆的负荷过重 以至令他们在很多方面的表现 都是不如理想的 因此我们的货业设计 一定是简单容易 而且目标明确 例如我们的阅读教材 有很清晰的目标 就是训练六种不同的阅读策略 其中有一种 只要学生能够掌握文章的时间 发展的顺序 这个框架他能够掌握了之后 这样他阅读那篇文章就会容易很多 又例如他能够掌握得到 利用一些形容词 去放在一个简单句子里面 就可以能够加 扩大巨子的长度 只要他能够利用我们训练他们的策略 来完成有关货业 所以他们的大脑的操作记忆 负荷就不会过重 第四就是语文基础能力差的问题 我们这些教材 都是同学在小一、小二、小三 是学习过的 因此我们按照他学过的教材 将教学的单元明确化 令他们能够通过我们半年至一年的学习 能够巩固他们的语文基础知识 于是对他将来的阅读和写作 可以大大提高他的水平 因此我们所强调的四个问题 已经做好了我们的教材 于是我们就选择了四所学校 总共有二十多个家长和子女 一一来配对进行我们的实验 在实验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实验前的测验和实验后的测验 了解一下子女的语文能力的情况 其次我们在实验前也会安排与子女和家长访谈 实验后也会安排与子女和家长进行访谈 希望能够了解他们的学习心得 于是我们就进行了大概一年时间的实验 在实验的过程里面 我们办了一些讲座给家长来听 目的就是要向他很清楚地解释 每一个教材的目标和如何实施教学 令他能够在家里面可以适当地协助子女 去学习阅读和写作 在这个办的讲座过程里面 我们得到家长的支持和老师的参与 我们为了令家长更明白整个计划 和如何进行辅助子女学习 我们又办了五次的子女学习中文阅读写作班 由我亲自主持的 目的就是如何呢 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课堂的实地指导 让家长可以看到每一个单元 应该怎样指导子女完成他的货业 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 也鼓励家长和子女一起 互相切瘡完成有关的货业 在我们进行的学习期间 我们看到家长和子女的关系相当融洽 家长都认为这些教材很容易可以施教 而子女也很乐意学习我们的教材 经过一年的实验完毕了 通过我们实验之后的测验和访谈 我们看到参与实验的同学 大部分的同学都在早词 即配词抗拒的练习 作文的写作和阅读理解 这四个测验卷的成绩都有显著的进步 而在访谈的过程里面 也看到家长告诉我们 他们看到他们的子女 他们的学习的兴趣提高了 而学习的动机也因而增强 看到他们的子女 每日都定时回来 去完成我们的货业 他们的勤奋程度也增加了 另一方面也看到他们的子女 觉得自己能够有信心 学好中文的程度又增加了 最后参与实验的家长 大部分家长都告诉我们 我们的教材和整个计划 都是帮助他们在家庭协助子女 学好中文的 各位 你会看到通过一个严格的实验 我们终于都可以告诉各位 读写表面上是难 但只要我们能够攻克这个难点 读写都可以变成容易 我们实验就完成了 最后我们将实验的成果 变成了教材 我们总共有阅读教材有八个单元 写作教材有六个单元 加上这十四个单元 我们已经将它放在光盘上 我们希望家长都可以采用这些教材 在家庭里面适当地指导你的子女 去学习阅读和写作 在进行这个指导的时候 我希望家长能够预先看下 每一个单元的相对应的六象 了解了每个单元设计的目的和内容之后 才将有关单元的教材 拿出来和你的子女一起 完成有关的课业 这样通过你和你的子女互动的学习 亦都通过你和学校的互相配合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令到你的子女 在家里面很愉快地完成 我们的读写业有关的货业